作詞 作曲 士博 那我就直接開始 我標題硬得有點擾舌 簡單來說呢 是要講在媒體產業 也不管是KBOSS原來做的音樂 或者我等一下要講的比較重點的影音 其實它都是一個媒體的streaming的process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怎麼解決這個在Cloud上面的一個問題 然後這是我的background 就是特別提的是中間 中間我帶了九年的經驗在一家公司 台灣公司 那家公司是做電腦動畫 所以我花了蠻多時間其實不在軟體產業 也不在網路產業 那有什麼影響呢 就是想事情的解決方式可能不一樣 不一定比較聰明 可是可能比較好玩 那這個會在等一下的時候就提到 然後在開始之前我要先說 這個talk比較偏introduction level 所以其實技術方面其實沒有很多 應該說非常少 比較像在講一個故事 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怎麼解決 所以我代表KBOSS 我快速go through一下 KBOSS的成績不錯 然後員工也不少人 這些人大概服務了一千萬個使用者 然後在六個國家 然後歌曲量大概有這麼多 有一些很大型的event 然後最重要是KBOSS旗下有個子公司叫KATIX 然後KATIX是推不倒的布丁大大的團隊 然後同時也是我們這次 PICON AIPAC的贊助的廠商之一 所以KBOSS成績不錯 然後執行了已經run了一陣子之後 就有某位 其實不一定只有一位 CXO 他有一天他就會想說 既然我們音樂產業做得不錯對不對 還OK 還可以養了活三百多個人 那我們是不是要來想想 我們的影音產業 說不定我們也可以做 因為聽起來很像 就只是一個有聲音一個沒有聲音 一個有影像多一個東西而已 然後其實他講了很久了 然後都一直沒有執行 然後因為某個機緣下 我們在某個時間點 我們有一個project 叫做Video Streaming的project 那這個project呢 不會在台灣上市 可是它的user space呢 挺大的 會有幾十萬人以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 而且是成熟project 我們不用去想說 我們要怎麼去做marketing 我們要怎麼做各種東西 我們只要想 我們主要把平台build了起來 讓它可以活下來就好 所以它是一個video on demand的service 它的重點呢 其實從backend 排檔大部分的關心是backend 或者content來說 其實只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adaptive streaming 講白話一定 它有點像什麼 它像YouTube 你可以有不同的quality 然後它會很聰明的 根據你的網路狀況 來adaptive 那第二個它要做保護 它跟YouTube不一樣 YouTube不用做保護 可是它是一個商業的服務 所以它需要做保護 然後最後一個是 它整個video的processing 全部都被要求 一定要在雲端上面 然後這個project很特別 我們在沒有做任何survey 跟考慮情況下 我們就直接選擇AWS了 有很大一個原因 有可能是K-Box跟AWS感情太好 那另外原因其實跟合約有關 所以整個project其實 後面我這個talk要談的就是 我們要在AWS上面 我們要做影音的影片的處理 或轉檔 那我們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要解決這樣 然後你知道工程師想事情的方式 其實蠻簡單的 所以我們的想事情方式跟CXO很像 覺得video streaming應該很簡單 因為我們已經做了music streaming 而且我們活下來了 然後事實證明我們錯了 其實我們做得蠻辛苦的 然後 第一個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video streaming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事情要搞清楚就是Wordflow Wordflow我這邊要舉個簡單的例子 直接看圖好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要自己build a YouTube 系統 你現在左邊呢 你們的左邊 有一部影片 所以我把它叫source.mp4 然後你可能會先經過一些檢查 然後之後你就會做轉檔 所以他基本上都要處理檔案對不對 他不是db 他是data real data 所以可能我列了幾個不同的檔案的bitrate或格式 這個應該是聲音檔的wave sorry 所以我說錯了 這是有個source的聲音檔 然後我把它轉成四個檔案 這是拿kbox的例子 然後最後你轉完之後 然後你可能會再處理一下他的id3的tag 或者再做一些加密 然後最後deploy 整個流程這樣 然後這樣算是一個Wordflow 就是我剛才說的 然後如果你現在要build一個這個系統 像kbox這樣子 你就一直input 就一首歌一首歌一直進來 一張專輯一張專輯進來 然後每個專輯或每一首歌都一直go through 這個process 那你最後就會產出 那就deploy到你的backend的cms或db 然後你client就可以連 所以整個概念這樣子 大概就可以work 然後所以那個workflow 你如果要把寫成code 來讓它可以run起來呢 有一點像這樣子 這是一個python的program 然後它是一個sudo code 所以可能一開始會做一次verify 然後會把你的source全部做完convert 那convert可能就轉檔 然後convert完之後 會去update他的id3 tag 最後做加密 然後deploy 所以剛現在看起來這個code 等價於剛剛這個workflow 那如果這個workflow變複雜 你大概就會把這下寫複雜一點 就只這樣而已 然後老實說 這workflow 如果你不是python developer 你被要求要把前面的workflow都出來 其實你不會寫python 你只會寫一個share script 就可以做到 因為你就只做1234567 你不需要什麼python high level language 你也不需要什麼ruby whatever 就像今天keynote說的 你也不需要go或javascript 那些都是很多語 因為其實沒有很特別 workflow就是1234567而已 可是這workflow在當你要處理很大量的內容的時候 那剛剛舉個蛋的例子啊 我說我們有兩千萬首歌在kkboss裡面 然後可能有很多專輯很複雜的case 然後我們要在雲端的機器上跑 再講白話一點 我們要在一群EC2 instant上面跑 而且還不知道會多少台 有時候多有時候少 所以它就會變一個問題 因為你要怎麼有效把一堆的歌 要做的這個workflow 撒在一群機器上面 然後你還覺得做得還蠻好的 好 這就是它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做的是video 我剛才都講kkboss audio來當例子 所以當我們開始想video怎麼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回去看kkboss怎麼做 然後kboss的使用的一個 job-dispatching的framework叫gillman 那gillman是一個年紀有點大的系統 所以有可能在場根本幾乎沒有人聽過才對 然後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主要...為什麼有標...沒有 gillman是個framework你要加一個server 它會幫你管機器 所以你自己要寫client 你可以送job的程式 然後你在server端寫一堆work 它就負責收那個job來做事 所以拿剛才例子 你可以寫一個work 它叫做convert專檔 你可以寫一個work叫做encrypt加密 你可以寫一個work叫做updateid3tag 去更新那個tag 所以你寫了一堆work 然後你把它放在機器上面跑 然後你就一直submit 它就會自己跑 ok 可是gillman其實沒有幫你照顧workflow的機制 所以我們再把它回來拿這個地址來看 這是個php的code 這是我手上唯一拿到的 所以現在gillman如果你要寫一個job 你大概只會就create一個workflow 然後我們不管這callback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把它寫出去就做完 所以client看起來很簡單 server side要做的事情呢 有一點像剛剛寫的那pythoncode 如果這是一個total solution的worker 它就從頭做到尾的話 它就一樣做verify convert updateid3tag encrypt deploy 可是這樣看起來叫什麼呢 就是其實我們並沒有用到cloud的任何優點 我們只是把它當成一堆機器 然後每台機器每次執行一個worker 就會把一件事做完 我們其實並沒有分工 也就是一個音樂檔 從頭轉到尾 其實只會在一台機器上完成 如果有很不幸的某個機器轉得比較慢 或者有問題 或者某個檔案有問題 它就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可能它會浪費很多資源 不會平均分配 然後所以gillman為了我們要 如果舉這個例子 我們現在把它放困難一點 就是我們現在要轉影片 影片它加密的方式不一樣 而且這個列表很多 這個大概有20個 所以你要從網路上放個YouTube影片 它可能轉20次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有各種不同加密 有各種不同packaging的方式 然後有的可以平行 比如這看起來是可以平行 這個看起來可以平行 然後這個是要等它們都做完 有的是不能平行 所以從技術上來說 有些地方是可以做 Asynchronous workflow來處理 有些要做Asynchronous workflow要去等 所以如果在gillman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要自己去create 不同的workflow的class出來 然後你要自己code裡頭要寫 不同的create subworkflow 然後實際上比這更複雜 真正的gillman code我們在用的呢 gillman code在用的呢 會長得密密麻麻像這樣子 可能是這個的 我忘記 這個應該只是可能十分之一不到吧 因為你要加上什麼error handling file name handling whatever 還要register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它其實很麻煩用 那因為我們video team是新的project 我們就在想 OK 也許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可是其實我們那時候沒有想法 所以我們大概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把gillman build起來 然後於是我們就開始轉video 然後原來的系統只轉audio 就差別這樣 然後workflow不一樣 可是在執行的過程中 就開始變複雜了 有一天我們的CTO就走過來 因為他看看我們的AWS的花費 他會說Drake 我覺得你們上個月S3花太多錢 因為我們的source很大 我們轉檔的產生量很大 一個source 一部一小時的影片大概快要40G 就每個都很大 他就說你可不可以聰明一點 你的workflow 我先把你的source轉成一個bit rate比較小的 他可能只剩下800Mb好了 舉個例子 然後接下來你所有工作 都從那個800Mb來轉就好了 所以他就隨便提一個點子 然後因為他是CTO 我們一定要做對不對 所以CTO說了一件事情之後 我們可能就會把這workflow改了 就中間加個東西 於是你就會試一試 然後試完就發覺 CTO點子其實沒有改善 那他就會走了對不對 大部分情況都這樣 然後可是有可能過幾天 產品部門的經理 產品部門的經理 這一次不是CTO 可能是CPO Chief Product Owner 所以他就來說 他覺得我們轉轉太慢 就是客戶抱怨 我今天上傳的 像是 現在很紅的是什麼 五妹娘嗎 我往期大概七十幾集 我希望明天就有看到 而且他是高畫質的 那我希望所有平台都看到 iOS看得到 Android看得到 Cellabox看得到 都可以這樣 然後web也要可以 而且全部都要加密保護好 不能有遺漏的 然後他嫌我們太慢了 於是我們就要開始 fine-tune剛才的web flow 因為是product officer講的 所以他有很大的power 於是我們fine-tune的結果 我們就會再改一次那web flow 你每改一次web flow 你就要重寫 我剛才講的 gear們的worker啦 client啊那些 然後那些全部寫完呢 你就要在 如果我們現在下面 有500台機器好了 500台機器有點太誇張對不對 50台機器好了 於是我們就要把50台機器上面的第一門 全部stop掉 然後重新restart 然後做一些testing 那如果很不幸的 你本來機器上面有些正在保的 你又不敢stop掉它 你可能就要很麻煩的 比如說晚上12點的時候 就停止做轉檔 然後等全部轉完 然後再開心的 諸如此類各種walk around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 聽起來不高竿 可是很routine的事情 所以還有很多很多case 所以我們遇到 第三個很大的issue是 Walkflow其實會成長 它會改變 改變的原因可能來自於CTO 有一天被別人說了一下就來 或者CPO 或者是有天你發現 Walkflow其實有bug 所以你要改一下 或是有可能是 你轉檔轉了兩個月之後 你突然發現前面的一萬部影片 其實我把它少轉了一個 2000kbps的profile 所以你要補救 所以你就要再產生一個新的profile 它只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一直變 所以這是個例子 所以這是我們遇到的第三個 然後最後一個issue是 其實所有系統都會crash 然後包括Gearman的job server 也會crash 所以你用久之後 你就突然發覺 因為servercrash 那時候你剛好度假 也許你在度蜜月 所以跑去法國玩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回來之後 你就發覺傻眼了 因為沒有人是你接班人 沒有人注意 可是這一個禮拜 其實都沒有在做事 因為你的job server crash 然後這是幾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重新設計 這個機制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讓我們工作起來比較順利 而且可以做得開心心 所以我們關心三件事情 第一個encoding workflow 它可以很有彈性 它可以很容易改 它可以甚至不用developer來 然後server可以不用重啟就可以了 我不希望改個workflow 然後我的server就要restart 然後第二個是 我把task分佈在一堆machine上面 這件事情要很容易 如果我現在EC2多開個20台 應該它就會隨時準備好就可以做 我不需要再去用什麼fabric 去平行的做deploy 或者是用salt 去做各種很複雜的事情 然後最後一個是 我們一點都不想要maintain這個server 我們不希望我們有IT人員 或DevOps在maintain這個server 我希望它永遠都活著 這是我們的目的 意思是我們就開始google google給我們一些建議 然後apache這個foundation 是個非常厲害的組織 它其實有非常多project 都很適合或很接近做這個 這上面有列出兩個 然後google也有告訴我們說gillman 可是我們就覺得ok 其實它已經不ok了 所以我們就skip that 第三個google也有告訴我們 有一個叫luigi 我不是很照念對不對 它是一個100% by python寫的一個job distribution的類似工具 而且還有viewer 然後viewer也還ok 然後不過很遺憾因為它是spotify寫的 然後我們是kkbios 當然不是因為這樣啦 不過它其實沒那麼適合 它比較便宜跟hadoop的整合有關係 那當然有人可能在場很多python 可能會知道有salary還有其他 或甚至各種message brokers 你只要自己加工一下 你可能都有機會用 對不對 就是queuing system或message broker system 然後我們study完之後 那我們決定用商業軟體 我們決定用AWS 它全名叫做AWS Simple Workflow 它的概念是這樣子 這個應該是這個talk的第一個重點 可是我不是AWS的人 它就是你有一個神秘的server 你可以神秘你的work 然後你神秘的work上去之後 因為它是cloud 你把想像就give them a job server 你不需要maintain 所以我不需要派IT人員去照顧那一機器 因為AWS最厲害的就是想說 他們有幾個9嘛對不對 99.99999活著 然後接下來你只要準備好幾個worker 然後他神秘過去 他自己會去dispatch 他會去抓下來 然後worker上面就執行程式 譬如說你可以worker上面 就執行FFMPAC 開始做轉檔之類 你可以執行openSSL 開始做加密 所以他這樣就幫你照顧好這個 然後至於那個workflow代怎麼執行的呢 這裡有一個 不是很清楚 應該有一個叫decider decider是他大腦的部分 在SFF裡面其實只有兩個重點 一個叫decider一個叫worker 然後worker是執行事情 decider就相當於大腦 我們直接看例子 你現在要審命一個job 我們現在回來拍檔 可能看起來比較友善一點 審命job出去 假如他是一個 他的worker只做一件事情 就print hello 他的worker大概寫起來就像這樣子 然後他就開始做事情 所以你就審命job 他會自動去收屬於他認得的job 或者workflow 然後他就做事情去結束 然後decider比較複雜就是 decider是他大腦 一個workflow 他怎麼知道你要先執行 第一步驟 然後第二步驟 然後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平行做 然後這些全部要做完 等他們你才可以做加密什麼的 這在decider寫的 所以decider這個是簡單 hellowork就要寫這樣 那如果你剛才像我講的 那個workflow 小小workflow就已經很複雜 這可能就寫得非常長 那我們就發覺 sw不錯 他可以讓我們不用maintain server 然後decider跟worker分開來 我們可以比較清楚 可是decider我還是要去寫code 而且我每次改一次code 我的ec2的instance的上面deemon 我還是要redeploy 所以其實我好像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我只解決了 我不用請IT人員照顧他而已 有點弱 所以這是我說的 每次我們改一個workflow 不管CTO來 CPO來 然後我們就要把那些server restart 然後而且還要很小心 不要stop掉原來正在跑的什麼之類 然後這裡就是我要talk的第二個重點 我剛才說我花了9年時間在動畫產業工作 於是我就開始想我過去工作經驗裡面 有什麼是可以很適合點子借過來 可以解決問題的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把剛剛的workflow拆成像這個tree structure 這個就像這個workflow 它有幾個child 然後第一個child的叫做transcode 就是剛才轉檔 它要轉這麼多 而且是可以平行 這可能全部做完 它才會去做下一個 然後可能最後package 或加密解 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是一個很像tree structure 或者是doc 有方向性的graph 我發覺這種東西 它有點像是一個jobscript 它像tree又像一個jobscript 所以如果你現在可以把你的workflow 用某種格式 如果你喜歡json 你就會把它用json的方法描述出來 如果你喜歡yaml 你就用yaml把它描述出來 現在workflow不再是code 是一個markup language兜起來的 於是它就變成比較high level 它可以跟code分開來 這有點像是一個jobscript 所以你的jobscript 可能你會有做transcode audio transcode video 然後你會做加密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code 可以把它想成 它有點像json或者yaml 可是其實它既不是json 也不是yaml 它是tree structure 不過whatever 你決定的jobscript都ok 因為後來我們發現 也有不少open source的project 用這當點子 所以你把你的workflow 變成剛剛的jobscript 然後接下來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你的系統的demon 那些decider worker都不用改 你唯一每次要改 要做的事情 只改那jobscript 裡面就寫說 你有幾件事情要做 每件事情要執行什麼season code 都換成season code 也不是function code 沒有function level的東西 所以有可能 一開始你先執行一個 叫做verify的程式 去檢查 如果他的sec code 非0 那你的jobscript 就不會再parse 就結束 那接下來可能會有個for loop 可是它其實是可以parall 是執行fm path 然後可能接下來會有幾行 幾個task 是執行open ssl 那可能最後呼叫你的一個寫的程式 幫你做deploy 或別的checking 之類的就做完 所以jobscript是變成一個 像sml 像json 所以所有人都可以改 然後你不管你怎麼改 你的server side都不用動 這就是整個talk的重心 所以有一天我同事就在問我說 那jobscript到底是什麼 就聽起來還是很模糊 他覺得我還是可以好好的去把 我deserver端的decider或gearman server 我可寫好就好了 好像不覺得jobscript有什麼特別 然後我想了很久 我想到一個 這是某種程度上 它有點像是環權移民 如果你現在 我剛剛的例子你再注意聽一次 CTO過來說 他要把workflow改個點子 所以就要有工程師去寫這個code 然後可能還做一下unitask 然後確定都ok 然後還把server的第一門都stop 再restart或deploy新的code 這些全部都做完之後 CTO才可以去驗證 看看到底可不可以 或看結果對不對 也就是說其實他不能自己做 就是他想出一個新的workflow 可是那個workflow執行是 後面一陀落苦的developer 才可以把它完成 jobscript的意思是說 你今天現在你要換個flow 你想要本來我轉fmpeg轉三個 你現在變轉五個 你就在jobscript裡面 你就多加兩個task就好了 你就把那sql寫出去 於是他workflow就變 那server端根本沒有動 也就是backend的server端 根本不需要developer去改任何code 於是你接下來 你就可以試你的新的workflow 有沒有如你預期這樣 所以我把它說 它有點像完全於民這樣 然後這個是 就我們整個project就是重點 所以這是一個 一樣看不太清楚的real case 然後所以一個job可以 它可以有 因為它就像一個tree 所以它可以有好幾個level的child 或children等等之類的 然後如果有同事就說 OK可是我們是學python的developer 我們不應該自己再去發明個 什麼奇怪的job description 那或者甚至用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用tickle 來當我們job description的語法 意思是他說 OK我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pythonic一點點 這個可能是with workflow 然後就是with task 然後就with command 執行 所以它就是一個with 所以你就會發覺 這是context manager寫起來 所以你job就變成一個這樣 這樣就很簡單 然後這裡面command 可能就執行fmpack 這裡面可能執行packaging 這裡面執行open access 做加密 所以你把這個code寫起來 這是你的workflow 那你一run的時候 它這整個就會變成 骨子裡 它其實產生一個job screen 然後幫你寫出去而已 所以這樣就還是可以 不用有人 所有人都知道 那job screen怎麼work 它只要會寫python的這幾個 把它兜起來 它想怎麼兜都可以 然後最後我們的成果是怎樣呢 我們轉了到約一百多萬分鐘的影片 然後最高一天可以轉三千部影片 那這都是正常服役的 全部都在AWS上面 然後我們花錢花最兇的時候 然後呢開了一百台C38X Lodge 所以一個小時就會燒掉兩百塊美金 然後所以我們花了很多很多錢 然後花得很開心 然後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幾乎所有人都很滿意 我們的這個產出 因為我們坦性很大 所以我可以應付某個原因 突然被要求 我們要把五妹娘重轉一次很多 或者要把過去的台灣八領檔會拍幾百部對不對 五妹娘看起來是小case 我可以在一天就全部把它消耗完 然後做完就結束 然後我可以instant全關起來也沒關係 因為它很自動 而且我backend不需要有developer去做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我只需要operator就好 我不需要developer 然後technically 所以我們做了哪些呢 我們有所謂的fold torrent 有些時候即便是easy to add up 的所有服務 它還是會有失敗的時候 所以它可以retry 可以某個task 或整個workflow retry 然後它可以有priority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client的時候 可能某個client付錢比較多 舉個例子 三例現在看起來比較有錢 它可能會說 我覺得我的影片應該轉快一點 所以我願意double price 所以我就沒問題 我就把你的workflow的priority 全部直接成個十倍 即使前面有東森的正在拍 因為有priority 它就會直接擠到前面 然後就把它繼續掉 然後最後一個是 因為除了fold torrent 有時候我們會想要做一些複雜處理 譬如說fail掉的時候 你希望可以有fail後面的後續處理 有點像你在寫python的 exception handling 然後所以我們javascript裡面 有winddown winderror 或windstart 這些tag 所以你可以加 如果發生error的時候 你要制定什麼command 然後把error message 看你要dumb到electricsearch 或者你要別的地方方便看都行 然後最後其實我要問大家問題 我講了很多 可是其實我沒有任何demo 我其實也沒有拍當call show給你們看 所以這個talk有一部分目的 其實我想要做一個小小的試調 就是有聽完我這樣有一點模糊的介紹 會有人感興趣他如果有一天他被open source 然後你們會想要把它拿到 不管是你公司或者你個人的用途做實驗的 可以舉個手嗎? 可以等一下嗎? 我可以拍個照嗎? 不會侵犯隱私 OK 所以我可以跟我team說 我們應該要把open source 謝謝大家 然後最後就是一些to do 我說了很多為什麼沒有辦法 東西給你們看呢? 只能講數字呢? 因為我們沒有viewer 如果我們有一個fancy的viewer 我就可以直接live demo給你們看 其實我們沒有這個viewer 這暗示什麼呢? 如果我們把open source 你們就有機會共性寫一個viewer 然後我們的原來javascript是tickle 的確很奇怪 所以如果你是contributor 你其實可以把它改成jsonyaml 或whatever 然後最後一個是 sw終究是要花錢對不對 不是每個人都很願意花錢給aws賺 然後這我可以理解 不過我可以先 所以其實後面有candidate 這有兩個非常適合的candidate 可是我要在這裡補充一個資訊 我沒有辦法秀圖表給你們看 我可以秀個簡單的數字 我剛才說 我們每天可以轉幾百步到最多三千步 然後因為我們有 每天monit AWS的花費 所以我可以給你一個一天的 某一天它的花費是可能 我們AWS那天平均一小時花了50美金的話 那我們的EC2就是C38Xlarge 大概也花了五六十美金 不相上下 可是我們SWF那天 那一個小時花費大概一塊美金 不到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便宜 即使你Wordflow很複雜 一直狂打它的API還是很便宜 最後就是謝謝大家 好那謝謝Jack給我們就是非常精彩的演講 那就是我想有時間可以開放問題這樣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你們一樣是用AWS在做video streaming 那在持續你們的workflow的時候 有參考一下另外一個很有名的Netflix嗎 我可以先問你是叫什麼名字嗎 我是叫Carol Hsu 我們是同業對不對 不是 那我可以說 我們有部分參考Netflix的Wordflow 然後我說部分原因是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Netflix完整的Wordflow是怎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很清楚地參考它 不過我們有參考 OK那還有別的問題嗎 那個你可以直接到前面然後按那個 就是你最近的那個麥克風就可以 那既然你從那個電腦動畫產業轉到你現在這個工作 那個電腦動畫公司他們有什麼想法或做法 你覺得會對這種工作有幫助 我重複一下電腦的問題 電腦的問題是說我在動畫產業的9年工作經驗 有沒有發現什麼工作的想法方式或文化對於網路軟體公司可能有幫助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這問題有點困難 我只知道一個很確定的地方是 可能是我帶的Team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Team還很年輕 我是裡面最老的 所以我們Team的工作方式蠻organic 換個說法就是蠻混亂的 所有的information會還蠻直接互動 比如說我們現在如果有十 我們Team比這個還大 十、二、三、二十個人的Team工作溝通 所以其實會 我們也用slack 所以我們會整天在slack上message 來message去 所以所有人其實隨時都可以被打斷 然後 Instant Messenger照理說應該是不會直接打斷你 它預期你可以晚一點回應 可是因為都太年輕的團隊 然後又是網路公司很習慣 所有事情都很快回應 所以我丟Instant Messenger給你 發現你五分鐘沒反應 我就會走到你旁邊了 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有點混亂 可是動畫公司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他們嘗試要努力建立起Pipeline 不管是做事情的方法或溝通的方式 雖然要把它做得很好很困難 可是Pipeline的用意之一是讓每個人知道 你該專注工作的時候 我一定不會打擾你 你該參與會議有明顯發生的時候 你一定要講話 你會被導演做review的時候 導演一定會給你意見 如果導演看著你的作品 然後沒有任何話的話 那一天他應該是精神很差 導演不可能不給你意見 就是每個時段會很明確知道要什麼事要發生 所以會比較簡單 所以也許這是一個不錯的做事方法可以轉過 可是我不曉得可不可以 謝謝你的問題 好 OK 請 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目前 Sorry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 不好意思 這裡 我是Killik 目前聽你說KKBOX他們 你們將來之後會繼續進行 改成就是 video的streaming 那你們 有想過如果將來跟DRM相關的 video content 不只是audio了 就是video content的話 你們在不同的platform上 的technical的一些 有什麼plan嗎 就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去protect你的DRM content 影片的話 那不同的contentprovider 他們可能會有不同的 encryption的model 那 這個部分你們有一些想法嗎 或是說有在過關嗎 OK 我可以先問 反過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現在KKBOX 這是實驗性問題 不是很正式的 如果現在KKBOX決定在台灣 做一個video streaming 然後要跟什麼Line TV 庫橋 甚至想要跟中華電信的MOD PK的話 然後你們會樂觀其成 然後覺得這個service最好可以做得很好用 而且你願意付月費的親舉手 所以其實不多 OK 好 那我就可以知道怎麼回答你的問題了 如果舉手的人非常多呢 我們就會認真study DRM的issues 如果沒有很多 大家還在觀望 而且其實根本搞不清楚 Gaybox推的service會不會比較好 說不定其實比較差 對不對 是有可能的 那其實我們一定會直接用3rd party 然後現在3rd party 最大家其實有兩家 一家是Google的 一家是Microsoft 有一個好處是因為他們是很大家公司 所以如果你是content provider 譬如說你是三立 都講三立不好 東森 我不知道還有其他家 Sorry 日本東京電視台 OK 這是個 這是個好的例子 他可能不會相信你發明的DRM 可是他會相信 跟Microsoft 所以在初期的時候 這樣是最安全 而且最快 謝謝 我想時間剛好結束 那我們再次與這些掌聲 謝謝Jack的Talk 謝謝 謝謝